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今天这支视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7月初的小院 先来看一下盆栽的海鸭森饼,紫边扁豆 这个豆子我之前在国内小的时候吃过 在美国这边还没有见到过油麦的 它现在已经开花了,一共种了三棵,长得还可以 红尘甜瓜的这一块地里呢,偶然间发现了一颗黄瓜 这个黄瓜应该是当初种子就掉在这个甜瓜的地里了 结果它就长出来了,变成了一颗匍匐的这样的黄瓜 它周围呢都是红尘甜瓜,甜瓜也开始结瓜了 现在在慢慢的长大中 这个黄瓜呢既然它已经结果了,所以我就留着它吧 今天去地里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黄瓜看上去 虽然个子不是很大,但是这个花已经开始枯萎了 就把它们摘下来了 有三个侧蔓在同时生长 因为它一直趴在地上嘛,之前也没有看到 尝了一下还挺甜的 西葫芦,这个视频里可以看到的是一颗西葫芦 它已经长到一种疯狂的状态 在最多的时候可以在这一个藤上 同时结六个瓜 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有三个 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两个趁着嫩先把它摘下来 估计明天或者是后天的话又要把下面这个摘下来了 西葫芦真的是非常好养活 只要温度适宜也不需要去人工授粉了 现在每周的产量都很高 我已经送了很多给邻居还有朋友了 这边呢也是一些甜瓜 这是一颗羊角翠 它就一直长在这边 结的第一个瓜长得不是很漂亮 但是那种形状是有了 这个瓜估计再过一周就可以摘下来试一试了 这边呢是另外的一颗西葫芦 它也是前两天刚摘完瓜 现在又重新开花了 之前有发一个照片来跟大家分享这边的红橙甜瓜 它长得比那边的稍微大一些 这一根藤上现在是结了四个小瓜在这边 我觉得就外观上来看还是很好看的 至于好不好吃呢 再过一个月我再跟大家来分享 之前呢摘了一批年玉米 现在这些甜玉米也已经差不多可以收获了 上面有大有小 那小的呢我就摘下来当做玉米笋炒菜吃 然后大的呢就把它剥开煮玉米吃 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这些玉米都拉秧了 那拉秧之后呢 我把这块地里重新种上了草莓 因为草莓它现在那个匍匐茎已经长出来了 开始生长这个新的小草莓了 所以我就把它移植到地里了 旁边呢这块地比较复杂 这块地当初种植间距其实还是挺大的 但是没想到这个羊角翠占地面积越来越大 然后就把这个茄子都给挤到中央去了 可以穿插的看到这边有一颗紫茄子 这边有一颗绿茄子 那中间的那些藤蔓呢 基本上都是羊角翠的 它们就是在这几颗茄子中间这样来回穿着 然后再往这边走呢 这边有一颗中国南瓜 这个南瓜呢 我只是把它种到这个rest bed里 将来它的那些藤蔓什么的 我是要拎到rest bed的外面来 让它在石头上往前爬 然后在石头上截刮 就不会占用里面的面积了 盆栽的割茶回香 长了一茶又一茶 我实在也是吃不完了 现在盆里的这些呢 已经感觉有点老了 这边呢是泰国辣椒 泰国辣椒之前开花就挺多的 现在上面就是一层这种小辣椒 平时做饭的时候可以摘这么两三颗 然后切碎了之后当做调味品 不是非常的辣 就是那种当做调味品可以接受的状态 魔鬼辣椒现在在开花中 暂时还没有结出来辣椒 其实我也想尝试一下 这边呢是我种的冰菜 果然如大家所说冰菜在温暖的季节 它就不会就是变得那么红 那今年的这个冰菜的确是比去年秋天种的 看上去更像冰菜一些 它的这个叶子比较宽 而且非常的绿 这就随便找了一个角落去种它 它自己会慢慢的蔓延的比较多一些 冰菜相对而言还是算是比较好种的一种蔬菜 如果你爱吃的话 可以找一个角落扦插或者撒种子都可以 这边还有一些葱 那这边呢是我用自己收集的这个雪豆的种子 种出的雪豆 之前在雪豆的那个专门的那个视频中 跟大家分享过 在温暖区这边除了最热的那两个月 大概八月九月之外 其他的时间都是可以来种这个雪豆的 所以我这边呢就是种一片 然后吃一段时间 等到它们结佳能力下降的时候 我就再种一片 现在这些已经可以开始收获了 这个架子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这是我greenhouse的那个架子 我把它外面的那个套子拿出去了 因为现在不需要保温嘛 把它放在地里 然后这边每一个角落 种了一颗白不老的豆角 一共是八颗 那下面呢在它中间的这个位置 我放了三个中国南瓜 这个南瓜呢 我是想要去捡一些南瓜藤来吃的 所以把它这三颗种的相对而言密集一些 它现在后面有一些藤蔓 已经沿着后面的那个rested bed的外面爬出去了 里面的呢也爬了两颗 我暂时因为它们藤蔓还比较少嘛 所以暂时先不修剪 那过段时间呢我想要去尝一下那个炒南瓜藤 网传是挺好吃的 所以想试一试 现在长得还挺好的 这边是那两颗辣椒 一颗是绿色的 另外一颗是红色的 之前因为被虫啃得很严重 在杀虫之后呢 我就把它进行了一下修剪 现在下面已经有花出来了 这一片绿油油的就是番薯叶 番薯叶在去年的时候 我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这绝对是夏天非常非常容易种植 而且就是食用率比较高的绿色蔬菜 特别好种 我就是买的番薯藤千叉的 在番薯藤的旁边呢 有六颗继续实验种植的这个糯玉米 因为之前有朋友跟我讲说 跟甜玉米种在一起 可能会影响糯玉米的生长 于是呢 我又育苗了六颗 我们来看看 没有甜玉米的影响的情况下 它们长得如何 这边就是超甜100西红柿 它现在已经跟我差不多高了 可能有的枝条呢 比我还要高一些 上面呢 一层一层的全都是花 下面那些花落掉的位置 已经开始结果了 这个超甜100西红柿 我也是有修剪的 也有剪一些那种叶芽 但是它的修剪方式呢 跟另外的那个 我种的紫色的番薯 也是的确是不一样的 所以后面呢 我可能专门做一期视频 来跟大家去聊一下 这种小西红柿 它的修剪方法是怎样的 这种西红柿也要多留枝叉 它才能结果比较多 但是也不能全留 这边呢 是两颗哈密瓜 这一颗长得比较慢一些 还没有爬到这个架子的位置 所以还没有爬上去 另外这边的这一颗 离架子稍微近一点 我就把它拎到这个爬网上去了 这边呢 是我之前买的那几个苗 就是那个柠檬黄瓜 之前有发图片跟大家分享 它已经开始结黄瓜了 我没有人工授粉 就是让它自己在这里自行生长 平时有给一些鸡粪 然后也有去给它浇水 除此之外 没有进行过什么特殊的打理 今天过来看了一下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采收了 就把这三颗都摘了 因为我发现 就这三颗不摘的话 跟其他的黄瓜一样 如果你下面不摘掉 养分就一直是供给这三个瓜 上面就一直那些小瓜就没有办法做过 所以就把这三颗摘了 它在口感上来讲就是黄瓜的味道 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 只是因为之前没吃过 所以今年尝试重重看 这边呢是豆角 我已经收获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现在它们也已经进入暮年了 所以在国庆假期结束之后 我会找个时间把它们就全部都拉秧了 因为产量不高的话 留着也没什么用 在过去的一周的时间里呢 这个黄瓜也是在进入修整期 所以黄瓜就没有什么黄瓜长出来 于是呢我给它们翻了翻地 又加了一些肥料 然后又好好的浇了一些水 希望在下周或者是下下周吧 那它们又可以开始产出这个黄瓜 之前有人给我留言说 这个黄瓜已经开始变弯了 的确是 而且它的口感也不是很好了 说明它有点缺水缺肥了 那如果你这个架子不够高的话 现在是落慢的一个好时候 右边呢是我从种子种的百香果 它前一段时间已经越过了一巴 长到那边去了 所以我就把越过去的那些都剪了 然后让它去发一发测纸 来看看今年可不可以开花结果 西红柿依旧是整个院子里的王者 这个西红柿今年的产量是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呢这个西红柿颜值也是很很好的 很扛大的 在院子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之前有朋友问我说 你是种了很多茄子吗 这个茄子太高产了 我说啊这个虽说是紫色的 但是它不是茄子 它是西红柿 下面已经有一些西红柿开始陆续成熟了 所以呢我们就随吃随摘 这个西红柿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在市场上呢 其实现在也有这种Earloom的西红柿卖 包括在Farmers Market 在V上 其实都是可以买得到的 但是这种紫色的 我的确在市场上暂时没有见到过有出售的 所以呢自己种来 一个是有新鲜感 一个是吃上去的话 口感的确是还是很不错的 另外一个架子上的西红柿呢 也是现在在生长中 然后另外一个架子的西红柿的产量也是非常好的 现在还没有完全丰收 大概也就收了可能有十分之一都不到吧 已经开始可以送朋友送邻居了 那如果是喜欢种植的朋友呢 拿到这个西红柿切开在炒菜之前 可以先抠点种子出来 留着明年继续去种 去年在邻居送给我西红柿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抠种子来种的 那后面呢会再拍一个视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施肥 如何浇水 这个西红柿完全红了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其实也是非常好判断它是不是成熟了 那在两个西红柿架的中间呢 就是我的富士苹果树 今年的结果量比去年又要高了不少 我还没有进行蔬果 就让它们先这么长着吧 现在目前看来就是个子小了一些 长得还可以 花椒树的这个花椒呢 已经开始由绿变红了 其实从绿色开始就是可以剪下来用的 那到现在为止呢 如果只就是烹饪的时候需要的话 都是可以采一串回去 不一定要等它完全爆开 完全变成红色才可以采手 另外花椒树 最近开始尝试这个高压枝条繁殖 看看是否有可能培育出来 一个小的花椒树的树苗 这个花椒种子实在是太难发芽了 我尝试了很多堆 然后完全没有任何发芽的 然后也剪了一些枝条去扦插 也完全没有成功的 所以看看高压枝条有没有可能吧 如果有结果了我会来跟大家更新 这边是我种的冬瓜 冬瓜就是一个星期没有过来 去打理它 结果它的这个侧枝就已经疯涨 长成了这个样子 几乎已经完全看不到 组织在什么地方了 所以我会找个时间去把它进行一下修剪 现在它开了很多这种熊花 暂时还没有此花出现 所以没有那种带着小瓜的出现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吧 所以我先把它进行一下修剪 让它整体看起来 这个枝条不要这么的凌乱 那冬瓜呢是挂在架子上面 让它从上面长过去的 西瓜呢我还是让它在地上爬过去 西瓜的这个枝条不用怎么修剪 就让它任意的生长就好了 它现在既有雌花也有熊花 具体兽粉能不能成功呢 就主要看小动物了 这边呢经常会有一些蚂蚁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昆虫爬过去 所以就让它自然受粉吧 我就是稍微的把它吹拧一下 把这个方向摆到我想要的位置就可以了 桃树呢在结果之后 其实我已经进行了一次修剪 因为当时它的枝条实在是太长了 然而这一个月还没有的时间 它又长风了 上面那些浅色的枝条和叶子 全部都是新长出来的 最近弯曲的温度实在是太适合 各种蔬菜呀水果树生长了 下面乱七八糟的 所以我也要花点时间 把下面的这些枝材全部都剪掉 再把树形稍微修理一下 最近比较忙 所以可能要花点时间去照顾一下院子了 这个桃树暂时看来状况还是可以的 至少没有什么病虫害 在桃树的下面呢 就是疯狂生长中的butter pumpkin 这个种子是我在美国超市买的butter pumpkin 从里面挖的种子 它这是两颗 在右手边这边有一颗 就是黄色的花这边有一颗 然后在左边有一颗 现在呢 它就是陆续的有花在盛开 有雌花也有雄花两种都有 但是呢 我最近也没有时间去给它人工授粉 所以就让它自己长 像这些瓜有化掉的 那前面呢 这些瓜有开花的 然后也有的瓜已经做住过了 这颗杏树 我在它身上花的经历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它现在是处于前期 还没有就是开花结果过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我对它树形上面的打理会比较上心一些 这边就是我之前修剪的这个痕迹 然后它现在整个的树形完全是按照我之前设计的样子来生长的 整体状况还可以 希望明年可以有幸长出来吧 这边是一小片韭菜地 我前段时间把地里的韭菜全都挖出来了 然后分了一下根 拿了一些给朋友让他们回家去种 这些呢是分根之后剩下的 我就把它们又整理了整理埋在地里 这个韭菜的质量还是挺好的 现在不是一个适合去割韭菜的这个时间 所以就先让它们在地里这样长着吧 这边是一盆我从Regan nursery买的这种芦笋 大家应该知道芦笋就是你种它下去之后 在地里未来的十几二十年都会有这个芦笋长出来 可以持续收获很长很长的时间 那我这个苗买来的时候 就是很小很小的这样的挤促 其实呢在你种的时候是应该把它分开 这样种在地里的 但是我买回来之后就发现 我地里已经完全没有地方去种它了 所以我就先把它暂时安顿到花盆里面 把它们的根养状一些 这种这么小的的话 大概可能要也要两三年吧 才会有芦笋吃 如果你很着急的话 最好还是买那种很粗的芦笋的那种根 那样的话转年通常就会有收获 这边呢是日本南瓜 现在已经长得不错了 我已经看到很小很小的雌花和雄花长出来了 旁边呢就是秋葵 这个绿色的秋葵是从Nursery买的苗 它应该很快就要开花了 最近北加地区都在经历这个 热浪的洗礼 但是在湾区呢 我们这边就是21到25度这样的样子 整个温度非常适合所有的蔬菜啊 水果的生长 大家的收获如何呢 感谢收看今天的视频 欢迎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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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